现在要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的磁铁 会吸引铁的叫做磁铁 这个性质叫做磁性 这个力量叫做磁力 磁铁吸引铁 磁性物质的那个吸引力 我们叫磁力 它也是一种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我会吸引你 你也会吸引我 叫交互作用 小学就应该学过了 什么情况之下会相吸 什么情况下会相吸 就小学看就念过了 同名级会相吸 一名级会相吸 这个是小学就已经学过的事情 然后是个超距离 意思就是不用碰到 不用碰到就会 互相吸引或互相排斥 这个是以前小学就念过的事情 OK 跟静电力 静电力一样 同名的会相刺 一名的会相吸 然后呢 就给各位看两个 其实有点无聊的影片 他就跟你讲说 同名相刺 一名相吸 注意看就说 他不用碰到就吸过来 不用碰到就会吸过来 所以超距离 同样的同名级会相刺 也是一样 不用碰到就开始排斥了 告诉我无法播放 但是呢 如果换成这样就可以播了 上次在别班不能播的这样就可以播了 不用碰到就吸住了 不用碰到就吸住了 OK 好 你这样子 告诉你 同名相刺 一名相吸 然后呢 那问 这个时候铁钉会吸铁钉吗 不会 那如果这样呢 就可以吸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可以吸 因为这个铁钉碰到这个磁钉之后 会被磁化 会被磁化 原来 不具有磁性的东西 碰到了这个磁钉 磁性物质之后 就受到了磁力的作用 变得有磁性 这个动作叫做磁化 所以 这个铁钉就会吸住 其他的铁钉 就被磁化 可能看看右边的磁什么意思 你把它上面拔掉之后 怎样 全部都散掉 对不对 就不具有磁性了 这表示它容易被磁化 而磁力也容易消失 这个等一下就要讲 这个叫做 暂时磁铁 软磁铁 它就写软磁铁 OK 那磁力是超距离 所以不需要碰到 就可以磁化 平常我们做的时候 是有碰到 就拿一个铁钉 然后碰到它去 它磁化 但实际上不需要碰到 因为磁力是超距离 然后呢 这个跟我们的静电感应一样 静端会生 一名级 远端会生 同名级 所以这个磁铁 左边是N 右边是S 吸了这个铁钉之后 吸住的地方就是S 静端生一名级 一名级相吸 吸住了 远端生同名级 就是N 那就是考试 就是问你说 哪一边是N 哪一边是S 它是什么磁级 OK 叫做 这个跟我们以前学的 静电感应是一样的 静端生一名级 远端生同名级 所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磁棒 它有一个铁钉 上面的铁钉 然后就被磁化 静端生 一名级 远端生同名级 然后这个同名级的S 就会吸引下面 这个N级 一名级相吸 它有磁性 它会影响这个磁钉 也可以吸入其他的铁钉 给它有磁力 被磁化有磁力 就吸入其他的铁钉 但是你把它一拿掉 就全部闪掉了 这是马上就要交的 软磁铁 暂时磁铁 暂时磁铁 就是这个 材料如果容易被磁化 它磁化原因消失之后 它也会马上就消失 所以这个叫做暂时磁铁 叫做软磁铁 叫它软磁铁铁是因为最早的年代 最早的年代 我们的材料科学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这种都是比较软的材质 所以把它叫做软磁铁 但是现在材料科学很发达了 它不见得就比较软 它不见得就比较软 只是这个名材由到现在 要叫软磁铁 像这个熟铁 近乎纯铁的熟铁 铁钉矽钢 考试的时候 如果它写铁钉 你就要知道 它是软磁铁 它容易被磁化 然后磁力也容易消失 容易消失 那如果是不容易被磁化的 磁力也不容易消失 那这种叫做永久磁铁 又叫硬磁铁 刚才讲过了 那是因为古老的年代 这种材料都比较硬 所以叫硬磁铁 但现在的材料科学 不一定这样 那我们不管 名称照样留着 一个叫软磁铁 一个叫硬磁铁 暂时磁铁 跟永久磁铁 然后这里写了钢钉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输的是钢钉 如果输的是钢 那就表示 它不容易被磁化 磁力也不容易消失 叫永久磁铁 这个暂时磁铁跟 的观念 会在后面 将电磁铁的时候 继续拿出来用 然后能够理解 所以跟各位介绍一下的磁化 介绍一下磁化 说明一下软磁铁跟 暂磁铁跟 硬磁铁 暂时磁铁跟 永久磁铁 OK 好 好 好